大家好,今次我分享的是一個港式的星洲炒米 今次我主要是會分享怎樣在家用鐵鑊炒到星洲炒米 這個星洲炒米有不少網友都說很難做,但其實又不是太難 不過用鐵鑊炒米份要不黏底和不太碎 都要注意幾樣東西,那條片裏面就會告訴大家 如果你是沒有鐵鑊,或者你覺得用鐵鑊很難 不緊要,我還會有一個很簡單用鐵鑊炒星洲炒米的方法分享 看片之前想提下大家,如果大家看完條片是喜歡的 那就請到我頻道頁面先按這個訂閱鍵,是免費的 然後再按這個鈴鐺,你就會收到我每個禮拜上載新片的通知 今次做星洲炒米,我就用了這些在超市或凍肉店都找到的急凍蝦 它已經去了學去場,我就在冰格直接拿出來放在隧道 加少許鹽,浸它大約10分鐘 針到它們完全解凍就可以用了 接著就將狗王切斷,然後那些洋蔥、青椒、火腿、叉燒 就切一條條,智天椒就切粒 做一個星洲炒米都幾多東西切的 而且留意這裡是有兩碟星洲炒米的份量 我一次就切了兩碟的份量 如果你是炒一碟,就跟回我吃好的份量就可以了 我覺得星洲炒米最麻煩是配料多,而且配料是用不完的 不過幸好它剩下的配料都很容易用 例如它剩下的配料,你可以做一個九王他人炒蛋 或者做一個叉燒火腿洋蔥炒蛋 回來畫面這裡,先打兩隻蛋,然後加少許鹽 少許就夠了 接著就發勻它們 不要看少許鹽,整個蛋味就是這樣出來了 發雞蛋,你看到有些蛋白發勻 就這樣夾斷它,夾完之後再發酵 這樣發出來就會比較均勻 那些蝦就解凍好了 要徹底抹乾,完全抹乾 我經常都說的 接著就加少許鹽和胡椒粉,拌一拌蝦 加少許鹽和胡椒粉,拌一拌蝦 加少許底味這個雪藏蝦 那蝦吃出來就不會太淡,太沒味 接著先混合調味,這樣就更方便了 因為我們不是餐廳廚房 我們家裡煮,不會在旁邊打開所有調味兜 那裡面有咖哩粉,黃薑粉,雞粉,鹽和糖 咖哩粉可以去雜貨店買的 一包仔,就用半包 或者用日本的咖哩粉也可以 泰國的黃咖哩粉也可以 食星洲炒米,我喜歡那個辣度重一點 所以我會搭一茶匙的辣醬 那我當然是搭自己的最辣味,就是辣椒醬 最緊要搏到辣椒醬的渣出來 這樣才會香 我這個辣椒醬用不同的辣椒做出來 那真的用辣椒做主角 就吃辣椒的味道 好了,到米粉 市面上是有很多不同的米粉 但是用來做炒米粉,我喜歡用這個天鵝排 因為它炒起來不會那麼容易斷 但是同時間它的質地又不會太硬 所以蠻好用的 裡面一包有五大個米粉 那我們拿一個出來就夠炒一碟 如果你買不到天鵝排 你可能就頭痕了 究竟你這裡有多少米粉 不要緊,我幫大家看 如果你買不到天鵝排 你就準備大約110g米粉 這樣就夠了 接著用大火煮滾水 煮滾了之後 記住是關火 記住要關火 因為我們不是煮米粉 我們是要浸米粉 關火之後 放米粉下去 浸它們兩分鐘 你可以用長筷子 幫忙鬆開一下米粉 有空就鬆它幾下 鬆一下浸一下 做兩分鐘 但是留意不同的米粉浸的時間未必一樣 基本上你看到它軟身吸了水 就可以這樣拿上來 千萬不要等到它軟軟軟軟 才拿上來 這樣你就很難炒的了 拿上來之後 放在一個燒機上 輕輕攤平它 再燉它幾下 然後就準備一塊濕布 或者一塊濕的廚紙 就蓋著這些米粉 咬它們十分鐘 能夠的米粉之際 那現在我就炒一下蛋和蝦 我就開個中火燒熱的鑊 那現在就加些油下去 它不是易結鑊 而是鐵鑊 所以油量不能夠太少 太少它就會黏底 另外就是記得一隻鑊要夠熱 夠熱才不會黏的 好了差不多了 那現在我就先炒蛋 先倒些蛋液下去 然後你感覺到它底層熟 你就把底層放在表面上 然後就如此類推 一層一層這樣炒 你看到它夠熱 和油份夠 它就不會黏的 看到蛋開始成型 那你現在就可以用鑊鏟 弄碎它們了 我自己就喜歡吃星洲產米 吃到一些蛋的 所以我就不會弄得太碎 因為我想熬得回一塊塊的炒蛋 好了搞定了 現在可以拿回蛋上來 這樣做的好處就是 最後你會很清楚地吃到蛋 不用洗鑊了 除非你炒焦了 那現在就放少許油 這樣就先煎了 蝦先 那都是啦 你看到夠熱之後 就可以放些蝦下去了 那麼小隻蝦 每邊大概煎它四五十秒左右 我沒有放到很多蝦 因為其實這碟東西都幾多料 但是你喜歡 你自己可以加多些蝦下去 好了差不多了 轉了橙色 還有它都彎起來了 然後就拿起蝦備用 雖然這個鑊 弄完都很乾淨 但是呢我都拿些熱水 拿熱水去沖一下 先沖一下 拿熱水沖這隻鑊就更容易 不要讓它經常玩冰火 沖一下沖一下 它可以了 不用洗的了 我這樣做只不過是想沖走 煎完蝦的味道 好了十分鐘過後 那現在就看看米粉 大家感受一下這個米粉的質地 看到嗎 它不容易斷的 所以它挺好炒的 但是炒米粉之前呢 我就想煎一煎香米粉先 將它兩面煎一煎 那就開個中火 就燒熱這隻鑊 它 跟著呢 再放些油下去 那還有呢 就把油呢 就攪勻一隻鑊 讓這隻鑊 夠熱之餘 亦都好夠油潤 那我就包你的米粉 待會 怎樣都不會黏的了 還有這個鑊 這個鑊真的很好用 想不到呢 用電爐呢 都可以做得回類似我之前 用明火煮東西的狀態 好了夠熱了 那現在呢 就可以放個米粉下去了 那盡量呢 就不要放到鑊邊 那盡量放回中間 因為電爐最熱都是中間的 那然後呢 就每邊呢 大約煎它三十秒 那煎它呢 就不用怎樣移動它了 只要這樣等就可以了 所以我教過快一點的鏡子 好了三十秒之後呢 現在就 反轉米粉 煎到另外一面 嘩 好漂亮喔 看到嗎 而且這鑊夠熱夠油潤呢 它絕對不會黏的 那現在等多三十秒 都是會做個快鏡 好了那現在兩面的米粉都煎好了 那就拿回米粉上來備用先 那絕對不黏啊 看到嗎 那記得這鑊夠熱夠油潤呢 它就不會黏的了 那些米粉這樣煎過兩面呢 你炒出來那個米粉就會特別香的了 好了 接著就開始炒東西了 那現在就是先放些油在鑊 那先 那就繼續用這個中火的 那這鑊夠熱了 現在就可以放那些 洋蔥 青椒 紫天椒 和叉燒下去炒煮先 那些洋蔥黏在那些呢 就剁散它了 其實很多時候炒它自己都會散的 不過我就喜歡這樣弄散了先 大約三十秒左右 聞到材料的香味 就可以加上火腿下去炒一炒 火腿不用炒那麼久 所以我就遲些才加下去 那炒了十多秒之後呢 現在就中間呢 就先挖個洞出來 因為我想準備呢 就辣香的咖喱粉 接著呢 補一點油下去 然後呢 轉回做一個中小火先 接著呢 就可以加那些混合了的調味 下去了 即是那些咖喱粉 調味和那些辣椒醬 那就用個熱力呢 將這些咖喱的香味呢 辣了出來先 那它辣辣呢 真的辣辣 那因為我加了一些調味 裡面有糖的嘛 所以就不要太大火 調回中小火去辣香它 好 聞到那些咖喱香味呢 現在就可以把所有東西呢 拌一拌均勻先 接著呢 就可以將米粉呢 放入鍋裡了 首先用鍋鏟呢 兜個米粉幾下先 那就是目的呢 等米粉很多度都沾上咖喱 現在的狀態呢 好像是一頂一樣的 但是不用怕的 待會就會用筷子鬆開它們的了 好了 你看到米粉呢 很多度都沾上咖喱了 那現在就不用鍋鏟 轉用長筷子了 那就用對長筷子呢 一邊鬆開米粉 一邊炒 其實我家就是這樣炒那個星洲鏟位出來的了 鬆開它 和夾高它放回去 那你夾高的時候呢 它的鍵位呢 自己都會散開的 總之維持著兩個動作呢 就是一邊鬆開它 一邊夾高它 一邊鬆開它 一邊夾高它 而且它始終不是易結鑊 那這個動作就不要做得太慢了 可能有人會問 會不會加點水而炒一點 我自己用鐵鍋炒呢 就不喜歡加水的 因為用鐵鍋炒呢 它有個風險就是呢 你如果水不小心加多了呢 那個米粉呢 會漿了 會起漿了 那如果你起漿的米粉 遇上鐵鍋呢 就大鑊了 就為什麼呢 因為一定是黏的 那我就避免了它起漿 所以我就是不會加水下去的 如果我用易結鑊炒 就喜歡加點水 即我待會用易結鑊示範擦一次的 那個就 加了水就好炒一點 好了 這個星洲鬆米呢 比我鬆到差不多了 其實我是鬆它 不是用鍋鏟炒 你看到那個星洲炒米開始成型 你現在就可以加上那些蝦 蛋和那些韭王下去了 如果有芽菜你也可以加上去 我將那些韭王呢 先集在底下 等它們安安安安熟它 然後這一刻呢 我就會拿一隻筷子 令到那個米粉更加鬆 所以我會 刷得它更加高的 那就等它呢 先散佈在四周 那然後 待會你再拿一個鑊鏟拌勻它 那它就容易一點 跟那些料呢 融合在一起了 那兜均勻一些料呢 又靠回鑊鏟 那你又拿回鑊鏟出來呢 將那些米粉和那些料呢 兜均勻它 還有現在我會調回那個中大火 那就最後這樣辣一辣 辣到它更加香才會上碟 那但是小心點 那個火大了 不要攪那麼久啊 不然它很容易焦的 那最後一拋一拋它呢 那它就更加均勻了 那些料和那些米粉 好了 一個家企方法 用鐵鍋炒的星洲炒米呢 那就搞定了 好了 準備開發 熱辣辣香噴噴的星洲炒米呢 那就上碟了 那用鐵鍋做這個星洲炒米 雖然說不可以太少油啦 但是其實我在家做呢 都沒有說用到很多油的 那大家可以看回那個鍋底 其實我下的油真的不是太多的 其實可以再下多些的 那沒有黏底的 還有那個鍋底都不會說成鑊油 那樣啦 在家這些慢慢炒的做法呢 就可以少些油的 最後呢 撒少少少芝麻在面 還有加些 紫天椒和芫荽做裝飾 那給少少裝飾化妝之後 那一碟東西就更漂亮了 喂 但是大家不要走著未完 因為我還會容易結鑊 去示範怎樣炒這個星米的 那現在循例都夾一夾米粉給大家看一下 先 好了 現在就用易結鑊做個簡易小油版的星洲炒米了 它炒出來就不夠鐵鍋那麼香 但是現在可以用少些油 再用少些油 還有很簡單 需要的技巧不多 即是人人做到 其實如果大家第一次做星洲炒米 不妨用易結鑊試做一次 因為成功感會大很多 因為用易結鑊都應該不會失敗的 前期的功夫一樣的 不多說了 開始炒都一樣了 先炒香了那些 洋蔥 青椒 紫天椒 叉燒 還有那些火腿先 都是用過中火 而且易結鑊 它就沒有那麼熱的 所以煎炒時間會長一點 好 跟著中間開個洞 又是倒那些咖哩調味 辣醬下去 辣香它們之後 今次我會加少少水下去 都是加少少 這樣更加易炒 因為熱結鑊 它都不怕黏底 即是不怕米粉怎麼起漿 所以可以加少少水下去 這樣就更加易炒勻它 現在變了一個很濃的咖哩汁 這個咖哩汁滾起 就可以放米粉下去 就一樣的 先拿個鑊鏟兜它幾夜 先讓米粉很多地方 都沾上咖哩汁 我用熱結鑊 我就很貪心 因為它都不黏 我一次過炒兩個米粉 這裡的份量 是剛才用鐵鍋炒的雙倍 無論配料還是米粉 米粉很多地方都沾了咖哩汁 現在你就可以拿一隻筷子 都是做同一個動作 鬆開它夾起去 鬆開它夾起去 但是最大的分別就是 用熱結鑊做沒有壓力 你就可以慢慢地鬆開它 慢慢地夾起它 因為它是不會黏底的 所以都很夠薑地一次過做兩個 你就自己慢慢地重複這個步驟 直至米粉均勻 和乾身為止 熱結鑊的好處就是 可以很少油 而且它是 真是很容易做的 不用注重那麼多位 不用著重那麼多心得 但是就時間長一點 和它沒有那麼香就真的 好了 米粉就拌勻了咖哩汁 和它都變得乾身 現在就可以加上那些 蝦、蛋和九黃 最後一樣 夾回中大火 炒均勻所有材料 和辣香的生州炒米 就完食了 用熱結鑊就算調了中大火 也不用太害怕 因為它是不會黏底的 但是留意一下就不要調得太慢火 因為其實熱結鑊都不適宜 調一個太高溫去炒 太高溫那個熱結鑊的壽命就會減短 用熱結鑊記得是不適宜乾燒 和不適宜太高溫的 但是它很容易用的 容易用的 但就比較要射射射射的用 好了 那就炒完了 現在循例都夾起少少給大家看一下 如果你是用熱結鑊做生州炒米 你真的可以明正言順說 星州炒米而已 有什麼難度呢 好容易 還有需要加這麼多油 都不明白為什麼人家炒東西加這麼多油 你拿著熱結鑊就可以說這些了 因為它不黏底這個特點 對煮炒米粉來說 其實真的容易了很多 當然煮出來就沒那麼香 但其實都OK的 你的味道煮得好都蠻好吃的 哇這碟真的很大 整座山似的 兩個方法各各好 看看你喜歡香口一點 難炒一點 還是小油一點 易炒一點 如果大家喜歡星州炒米 就請贊好分享留言 還有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按鐘仔 那你就會收到我每個禮拜上 在身邊的通知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拜拜